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 5月19日 星期二 早晨 早晨 這節是一個A1頭條來的 因為 我們要講講 美國有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早前 正式為 研發的疫苗 武漢肺炎疫苗展開 臨床測試 據最新的資料 這個是 十分之好的 得到的結果 但是在講這個新聞之前 記得支持六播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以及推薦我們的Twitter 我們說回這新聞 這件事 受了消息刺激 股價一度 升了百分之 20幾30% 最高升到30% 我再說回他那個 Moderna是上市公司 在美國上市 那麼他 這個 找了45個參加者 上市他們的疫苗 分開三組 每組有15個人 他這個臨床測試 每組15個人 其中一組是接受25微克劑量注射 第二組是接受100微克劑量注射 第三組 是接受250微克劑量注射 結果 測試結果顯示 接受100微克劑量注射的群組 產生的抗體數目 已經大幅超過新冠肺炎 傳遇人士的抗體數目 這是一個令人很振奮的消息 另外 至少有8名參與者 產生了針對新冠肺炎中和抗體 中和抗體 是一種用於防止細胞被某種抗原 或者感染源侵害的抗體 Moderna 是一家發佈有關測試 這個 冠狀病毒疫苗的人體試驗數據公司 這個月初 他就宣布跟美國政府 合作完成疫苗的第一階段人體試驗 因為他之前試了45天 現在就會進行 第二輪的試驗 如果這個試驗 這次原來會包括600個參與者 規模擴大了很多 第一次是45個 這次因為他的藥效有成功 他就找了600個人來參與 他們公司就表示 如果發現疫苗有效 而且安全使用 就可以在最快 2021年投入市場 這家公司就說其實他們 是由 預計接下來7月開始進行三期的試驗 現在是第2期 7月就要進行第3期了 因為他可能會分階段做 這家公司 叫做 這家公司既然有 這樣的消息 導致大幅上升 我們 要看看 現在美國的情況 美國 其實是百多萬人確診 他們的國家是很需要有一些 這樣的好消息的刺激 例如 這個病是有足夠的 這個疫苗是可以對抗的 因為我們剛剛 收到一個 另外來自歐洲的消息 我們有一位網友 他的媽媽 原來在4月份 也中過這個肺炎 他就說 經過這個醫治之後 現在已經是好了 出院了 而且身體 也恢復得 很好 沒有其他人說到那麼危險的 可能是因為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因為他媽媽的年紀也很大 但是 也不是說每一個大年紀的人都一定有事 大家看看查理斯王子七十幾歲 他也沒事了 出出回來了 所以 這次 疫症 當然是大部分可能有長期病患 或者是老人家就出事了 但是 也不是說想像之中那種對人體的 那種侵害 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厲害 我們就這樣看過就可以了 我們先說一下疫苗 你那個跳得太遠了 疫苗 現在正式 美國 終於生產了一個 是可以人體使用 而 他們的測試群組裏 絕大部分的 都是可以正常地產生抗體的一個疫苗 這個是那麼久以來 未試過的 完全未試過 現在是第一次 所以這個 絕對是一個 經得起考驗 市場對它 很大反應的一個 好消息 當然不只是經濟上 當然也是對整個美國 歐洲 甚至乎對全世界來說 因為這是一家美國 美國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美國藥廠 公佈得出來 告訴你 它的測試成功 意味著 接下來很快 就可以製造到大量的疫苗 可以用來使用 亦可以有預防性的疫苗 我相信 他打算2021年 投入市場 我相信那個就不是 重招的人用 可能是一個預防疫苗 又或者可能是對於那些現在正在患病的人 可能會全部 在那個時間 全部去接種疫苗 就會令到疫苗 好起來了 換句話說 這個是 全球性的一個好消息 沒錯 這個好消息就令到道指上升了很多 當然股市上升 最重要的 股市就是反映人類的信心 老實說 他是買將來的 不是買過去的 那麼現在 問題就回到 中美那裏 現在美國 其實 如果你說這些疫苗是真的有效 而且市場對它反映那麼正面的話 美國其實就等於無後顧之憂 其實它等於顧小一瓣 現在這宗新聞正好吻合 早前有一宗新聞大家都忽略了 就是這個 戰狼黑客 入侵人家那些美國的研究 藥廠 藥廠 去盜竊人家那些 臨床資料 現在其實 終於你就知道 真相大白了 人家真的已經成功研究到 這個疫苗 難怪 他會動用這些國家力量的 戰狼黑客 去偷人家的東西 去FBI公佈 說你們特意 去盜竊人家的資料 去盜竊人家的網絡 去盜竊人家的網絡 去盜竊人家的系統 很明顯這件事是真事來的 肯定是真事來的 如果你看回今天新聞 同一時間今天也有一宗新聞說中國團隊發現了可以對付新型冠狀病毒的 那些抗體的東西 會不會 就是他偷到了 會不會是 會不會有需要去偷你的資料 你的資料就出名留的 還是他當時已經成功偷了美國的資料呢 不知 很可能其實已經拿了 如果不是人家也不會出聲 說你特意派黑客來的 有可能 所以現在大陸公佈 分分鐘就是當時偷到了你的成果 也不奇怪 說真的大陸 是沒有東西做不出的 你看他 一直隱瞞這個疫情 害死那麼多人 那麼這件事 我們在這裏認為 現在其實對整個美國政壇來說是很大鼓舞作用 首先 美國 終於 可以有個時間 解決這個疫情問題 因為疫情現在 很難說將他一時間消滅 但起碼有一個dead night出來 他 最遲明年 就可以生產到疫苗 即是說 他們 那個 那個 危險程度 又或者他們 接下來解決這個問題 是有日子 雖然可能 這幾個月也會繼續有 不少人確診 那個死亡數字可能還會上升 但起碼你先封了 知道到明年一定解決到了 有疫苗了 當然啦 這個對美國 對美國來說 那個重要性就很重要 因為其實美國現在是重災區 實際上 實際上始終都影響到美國那個 一影響到經濟 二當然是影響到國防 你看到連那些 航空母艦上也會有官兵大量感染 你就知道 疫情 對於美國是一定是有影響的 就算是軍事上也有影響 接下來如果有抗體的話 當然就意味著其實美國 可以很快會恢復 不影響國力 不影響軍力 你大陸是不是真的有疫苗可以做到 成功 去對抗呢 這件事是不明的 當然啦 不過如果美國有 也等於全世界也會有 他也會賣的 不可能不賣給你的 也一定賣的 現在問題就是 美國 解決了他當前最急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很早的時候已經傳說美國有配方 知道大概要怎麼做疫苗 其實很早之前已經傳了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也不擔心 因為美國的藥廠是全世界最先進的 所以 美國其實 解決一定是時間問題 他一定找到辦法解決的 現在其實也算是一個好消息 就是 大家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會有疫苗了 甚至乎他如果將那個測試做得更加好的話 可以加快生產 因為美國的這個 效率 以及他的生產 其實 有機會是提早 免費也未定的 現在美國 解決了這個後顧自由 下一步 其實就可以 集中精力來對付你 甚至乎 就快了 5月20日就是台灣總統 蔡英文的就職點禮 到了 兩天就到了 不是下個禮拜 只是下個禮拜 明天而已 快就到了 現在美軍 我認為 他不斷在南海 循來循去 不斷飛機 光炸機在那裏 飛來飛去 根本就是在等你 動手 你一動手 他就立即反擊 而且 他其實沒有藉口 先動手 是你 主動繁台 又或者做出一些挑釁的行為 美軍就可以把你擊落 把你們的戰機 其實兩軍交戰最忌諱就是 一邊有疫情 一邊沒有藥 一邊有藥 現在很明顯美軍就是已經沒有了這個後顧之憂了 本來他那個感染數字 當然啦 公佈數字 大陸那個就應該是假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高估他那個 感染的人數 因為其實 他 也知道他那個經濟很嚴重 二就是 始終 大陸的人民 其實對於 政府的相信程度是有限的 你會拍到有些 影片有三條貿易出來說我相信政府 但是絕大部份的 都不相信的 國內朋友 就算做官的他也會跟你說神經病 相信政府 你真是傻逼 你真是傻逼了 傻逼了 你真是傻逼了 總之他就說你真是傻逼的 上面有人相信政府 所以其實 你不要低估上面的民眾 對於疫情的防範 造成的一個 打斷了感染人數的效果 實際上 上面怕死的程度不亞於香港人 因為他知道你的政府是專門隱瞞的嘛 其實他們有經驗的嘛 表面上是相信政府 當然啦 主觀願望 我們當然 當然是想他多一點啦 但是你也沒有辦法 始終要面對他的現實 他有防備嘛 因為你看到大陸人真是個個都戴口罩的嘛 但是美國人真是不戴口罩的嘛 問題就在這裏啦 大陸人真的有戴口罩 所以其實是播極有限的嘛 你跟香港一樣 香港戴口罩之後一點事都沒有 戴口罩就可以防疫了 沒錯啦 就是那些鬼佬不相信嘛 就是譚德塞收了黑錢嘛 說不用戴口罩嘛 然後美國人也信夠譚德塞嘛 那些鬼佬本身就死都不肯戴口罩 你看到特朗普到現在也不肯戴口罩 是不是 這樣 我們認為 這次美國 其實是 等於抽一隻手出來 之前單手 和你中共打 現在兩隻手一起抽出來 是可以正式打散你的 這個非常之好 我們是期待這一天的 我們不能夠期望靠疫情去擊倒中共的 與其靠疫情去擊倒中共 不如 美國快點好 讓美國打散他的 疫情沒有想像中嚴重的 現在大家已經知道了 你會看到那個增長是有極限的 很多人是感染了之後會痊癒了 例如漢遜 查理斯王子 通訓師 很多人覺得中了一定會沒命的人 只是一點事都沒有 證明疫病沒有當初說得那麼厲害 當初大家在研究 怎樣殺傷力 就是 說得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的嘛 當初大家 當初有一個恐慌在 現在西班牙有些 球星 他出來可以踢球的 不是當初說得廢話了 就一輩子 連跳高2cm也跳不高 不是那一隻 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所以也不要太期待 靠他 消滅中共 靠他消滅中共 我想應該就不太好 這不是實際的 他可以借傷成毒 借著疫症隱瞞的話 我們現在就追究他 現在就是因為你爆了這個疫情 搞到他 對全世界暴露了一些暴行和惡行 包括用假消息 隱瞞疫情 各方面的事情 現在這個是一個 很良好的時機 全世界都知道 他的敵人就是中共 我們 會繼續留意事態發展 之後會跟大家 繼續更新這些訊息 拜拜